前世界球王查克维奇传出与知名教练阿格西合作不到短短一年就宣告拆伙 资料赵欧新社 记者两位民众和报道 前世界球王查克维奇 Navag Drozcovic 商与付出深陷低潮 南网名人大赛等级的麦阿密南丹次轮报冷出局后 又传出与知名教练阿格西 Anda Agassar意见不合 两人合作不到短短一年就宣告拆伙 这也让30岁的乔帅破受打击 接下来红土赛季面临更大考验和压力 拥有8座大满贯南丹冠军 外甲奥运南丹金牌的网坛传奇巨星阿格西 退休后除了投入商场与公益 更在去年5月应邀加入乔帅教练团队 名气响亮的老少破天荒合作 一度让外界充满无限期待 不料乔帅保守酒伤与沉迷冥想等负面新闻所扰 今年澳网大满贯复出16强止步 之后麦阿密又惨败 终让试图关系生变 美媒ESPN报道 由于乔帅战绩持续不振 令47岁的前辈阿格西感到无力 我试图提供一些经验和意见来协助 但我们之间有太多意见分歧 所以只能结束合作 祝福他往后一切安好 目前乔帅的世界男单排名12 几乎仍是他近11年来低点 四月中寻蒙的卡罗名人在 能否指别回稳 各界都在期待